各位学员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三节 是工程量的计算的规则和方法 它一共包括呢17个大标题 其中呢我们1到7是这个图件的 然后呢8到15 它算是装饰装修的 16呢是拆除工程 17呢是措施项目 以图件的考试应该是为主 装饰的相对的内容量会少一些 然后呢这个措施项目 每年呢往往都会有一些相应的题目在里面 那我们来说一下啊 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知识点 那么它考一般考什么东西 当然在我们案例当中 你要考具体的这个计算 在我们这一块呢 主要还是站在选择题上 大家要注意一些事 就是正常的计量规则 我们搞清楚 只要是承重的 正常的计量规则是承重用的 包括这个砖的 混凝土的 装基础的 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木结构的 这要承重的 基本上都是按照立方米来算的 主要的计量规则 装饰装修呢 都是正都是以外的东西啊 基本上都是按照平方米来算 这是一个大的计量规则 那么在我们这个考试当中 它应该主要主要怎么考呢 我们来考虑清楚 就是一些 如果是正常的计量规则 比方说大家都是按照立方米来算 我们一般考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会考 它的体积怎么算 你像我们考砖墙的体积的计算 还是考这个混凝土 柱子的体积计算 包括挖土的土方的体积计算 它的这个三个参数 往往都是什么 有一些是固定的 那你说我的这个截面积 如果是固定的话 我就问你这个长度怎么算 如果我这个底面积是固定的话 我就问你高度怎么算 所以在砖墙里面 基本上会考高度 从哪个地方算到哪里 在混凝土柱子里面 也是考你高度 从哪个地方算到哪里 在算这个挖土方的体积的时候 也会问你它的高度 或者挖土的深度和厚度 应该怎么算 一般有两个尺寸 都是比较简单容易求得的 另外一个尺寸比较复杂 问你怎么算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每一个的体积的计算的公式 那些容易变的那个量 是从哪里开始算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考点 这个挖土方的体积 砖墙的体积 混凝土柱子的体积 等等都是要通过这个来进行考察 另外一个呢 要考点什么 就是考所有的大的东西 什么样的体积要增加和扣除 什么样的体积呢 可以不增加不扣除 这个呢 我们站在旧式的 用手工算量的角度去考虑 一个影响到什么 量的准确性 第二个价格的准确性 如果我整个的工程量 不加不减 对准确性影响很大 所以我大一点的工程量 该增加的增加 该扣除的扣除 没问题 小一点的体积 有的不增加不扣除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有的体积该增加的 有的体积该扣除的 这样我不增加不扣除的 一抵消 最终算出来 总的工程量呢 差别也不大 这样的话 我们在手工算量时代 为了简化计算 我们就什么 不加不减 主要是为了 在工程量没有较大的波动的情况下 或者是相对准确的情况下 减少我们计算的时候的工作量 这是小的体积 不加不减 但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 就是小的东西不加不减 它的前提条件 就是综合单价呢 要比较低 所以涉及到不加不减的东西 往往是在什么 在混凝土当中 或者是在砖当中 或者在沙浆当中 为什么 这些材料有传统的这个地材 价格比较便宜的时候 小的体积或小的量 不会影响到这个价格上的较大的偏差 所以我们不增加不减少 但是有些东西 如果综合单价比较高了 哪怕很小的体积 也是要加加减减的 这个逻辑关系呢 你从每一个建筑材料的综合单价的高低的角度来理解 很容易把它理解清楚 所以一般的不增加不减少的东西比较多的 都是什么 综合单价比较便宜的 砖墙器柱的时候 包括沙浆 这个施工的时候的一些东西 那么比较贵的东西 你像同样作为我们地面的这个面层 同样作为地面的这个面层 那我们假设啊 画一个房间 地面面层施工的时候 我们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施工啊 一直施工到里面去 如果水泥沙浆楼地面的话 这个门窗灯口的这个东西 你要施工 但是工程量我不给你算 为什么 太小了 但如果是瓷砖或者是 像素面层 或者是地毯面层的话 这个地方呢 还是要算面积的 为什么 因为它的综合单价要高 所以你一定要理解这个 小的体积不加不减 大的体积要加 要减的一个核心的这个思想 在什么地方 把这个弄明白了以后 这一块的东西也都是不需要背的 因为你想想 这个体积 相对于我们计算的总体积是高还是低 你就知道该加该减 还有它的综合单价 高还是低 又能想明白另外一件事情 这是第二种需要考试的相关的点 第三种呢 就是到底是单独列项 还是说包含在其他人的工程量里面 还是包含在其他里面 工程单价里面 我们在整个的计算规则当中 有一种呢 是工程量里面已经包含了 不用再单独列项 有一种呢 是在综合单价里面包含了 不需要单独列项 那么这个你能想明白吧 想明白了以后呢 这个事也没问题啊 只有在量里面也没有 综合单价里面也没有的话 我只能是单独列项 去解决这个事情 比方说我们讲的这个户币 这个是最经典的 我们人工挖孔桩 挖出来是这个孔 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户币 人工挖孔桩的这个体积 是里面这个体积 这是 但是你要多挖了一个户币 所以在挖土的时候 在人工挖孔桩的挖土的量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工程量里面 是包含户币的啊 就是按照立方米算挖土的工程量 这个量里面这个含 这个户币 这个呢 只就是你对教材有了解的 你都能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 但是呢 如果在算交混凝土的体积的时候 人工挖孔桩 交混凝土的体积的时候 他只能算在装心的混凝土的体积 装心的体积 只算里面这个 但是这个户币的这个东西呢 是在综合单价里面含户币啊 单价里面含这个户币 而不是量里面含户币 所以倒着我这个东西 是含在别人的综合单价里面 含在含在别人的工程量里面 你要分清楚啊 是量里面包含 还是综合单价里面包含 这个是不一样的 但是至少只要包含了 我们就不需要单独列项 这是关于这个单独列项 和不单独列项的这个要求 特别在装基础里面 打装啊 送装啊 接装啊 拔装啊 包括打实验装啊 是不是需要单独列项 我们是需要 大家把它搞清楚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些关于数字游戏的一些问题 那么钢筋的那些弯钩 那么60 90度的弯钩 135度的弯钩 180度的弯钩 土石帮里面的虚方体积的 1.30 和这个十方的那个 换算系数1.54的这个事 包括混全都保护成厚度 这些玩意儿 它都是数字体 在我们这里面也可以 为了增加考试的难度系数去考试 那么当然 关于钢筋这个东西 你放心 我们在案例当中 也都不考钢筋算量的 这种大的计算题 所以在我们这块 基本上也不是一个重点 大家把我们要求的一些点掌握住 基本上就可以 作为选择题嘛 中国来讲能够得分就可以 但作为案例 我们也不需要 把钢筋的算量掌握得非常的清晰 因为那个很容易出事 很容易计算有偏差 所以这个呢 我们不做个重点 这是什么 正常的计量规则 我可以考你体积当中的某一个参数 什么算可以考什么样的体积要加要减 什么样的体积不加不减 可以考单独列项 也可以考一些数字方面的东西 但是呢 不正常的计量规则 就在所有的计量规则 是以立方米作为图件的 总的计量规则的情况下 我还有一些特殊的计量规则 比如说按照平方米 那你要在在记忆当中要搞清楚 我这个平方米 到底是按照垂直投影面积算 还是按照水平投影面积算 是按照水平投影面积算 还是按照斜面积算 还是按照展开面积算 它都是在考试当中 文字游戏当中容易混淆 或者容易考察你的地方 你光记住平方米了 没记住是垂直的水平的 没记住是斜的还是水平的 有问题的啊 或者展开 那么同样是延长米 同样按照米来算 我是按照延长米来算 还是按照庄长 包括庄间 还是不包括庄间 还是按照钻孔深度来算 同样的我们的互泼的一些庄 大部分可以按照庄长 包括庄间计算 但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毛杆或毛锁 包括这个土钉墙 这个好像是按照钻孔深度来算 包括好像柱江地基啊 柱江是按照这个柱江孔的 那个孔深来算 它有不同的东西 包括我们这个人工降牌 地下水的那个呃 降水啊 这个钻孔 钻孔也是按照什么 钻孔深度 那么像这些 你都必须记得比较清楚 才可能满足我们现在这一章的啊 这一部分 这一节的考试的相关的一些要求 这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展开这个地方的讲解之前 把前面的一些东西给你总结一下 把它弄清楚啊 如果你对后面的教材理解的越深刻 我讲这个东西 你应该获益应该是越多的 然后呢 我们再展开具体的内容 一个一个去考虑 第一个呢 是土石帮工程 这个呢 往往在前几年当中多的时候这地方可以有四道题目啊 现在来讲有两道题目到三道题目也是很正常的 就是土石帮怎么算 第一个是平整场地 平整场地呢 是按照图示之称以建筑物手上的建筑面积计算 那很简单了 我们把这个外墙的外边线往外啊 这个外墙的轴线扩成外边线 外边线所围的那个面积 就是我们建筑物的手上的建筑面积 对吧 这是平整场地 然后呢 它的项目特征 包括土壤的类别 气土的运具和取土的运具 那么后面在说明里面还有一个点 就是这些项目特征里面 有哪些是可以不描述的东西啊 有哪些是可以不描述的 我们后面在讲的那个说明里面 大家在强调这个是回过头来 它又是一道题目 那么我们挖一般土方呢 是按照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 挖土方的平均厚度按自然地面测量标告字 设计地平面 设计地平标高间的平均厚度计算 就这个厚度怎么算 挖沟潮土方和挖机梗土方 也是按照这个体积来算 它是电层底面积 乘以挖土深度 基础啊 在这个地方 它会有个电层 我们用电层底面积乘以挖土深度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呢 是清单的工程量 还是定额的工程量 清单的工程量 只是电层底面积乘以挖土深度 不考虑放坡或其他的东西 那么至于具体的这个高度怎么算 对吧 大家看 基础土方开挖的深度 应该按照基础电层的底面的标高 至交付施工厂地的标高 没有交付厂地标高 按照自然地面的标高确定 这个算体积是很简单的 你一定要记住 从哪里算到什么地方 那么再往下 动土开挖和挖淤泥流沙 也都是按照体积计算 这个没什么问题 然后呢 重点关注一下管沟土方 管沟的土方呢 按照设计图示尺寸 按照设计图示尺寸 以管道中线长度计算 或者按照体积计算 体积计算呢 是管底的电层底面积乘以挖土深度 都可以啊 这是管沟的这个图示方里面的这个点 那么具体的这个管沟呢 有包括两种 一种呢 是管底有电层 一种是管底没电层 算长度的时候没区别 算体积的时候 我们来看 没有管底电层的 按照管外径的 水面通用面积乘以挖土深度 管外径的水面通用面积乘以挖土深度 我们现在这个都是从 施工发案角度去画的 但是按照定额的 清单的供应量 只是按照管外径 乘以挖土深度 如果有管底电层的 就是按照管底电层面积乘以呢 挖土的这个厚度来算 注意他们的这个区别 但是还有一句话 他呢 不扣除各类井的长度 井的土方并入 这两句话怎么理解 如果按照管道 中心线长度计算的话 比方说我们管道 中间有个检查井 管道有个检查井 那么按照长度计算的话 不扣除各类井的长度啊 就是这个井的长度 不扣除 但是如果按照体积来计算的话 井的土方要并入 你挖土的这个体积 包括这个井的这个体积 都应该并进去 所以这两句话 一个是支援这个长度的 一个是支援这个什么 体积的 那么有管沟设计 它的平均深度 和没管沟设计的深度 不一样 有管沟设计的话 平均深度呢 是以电层底面标高 到交付场地的标高 没有管沟设计呢 是按照管底外表面的标高 至交付场地的标高的平均高度 来进行确定啊 就是他这个算高度嘛 高度怎么算 这个地方呢 一个按照长度 一个按照体积 按照体积的时候 包括有电层和没电层 这两种情况 大家把它掌握清楚 那么到底 什么按照平均场地列项 什么按照 一般土方列项 什么按照基坑 什么按照沟潮列项 这是个考试的重灾区 或者是重点 基本上每年 这个地方都会有题目 那么建筑场地厚度 不超过正负300毫米的 小一等于正负300的 挖田运照片 按照平均场地标准来项 按照首层的建筑面积计算 如果建筑场地厚度 大于正负300毫米的时候 我们再考虑第二条 这个大于300毫米 不一定完全是按照一般土方 因为什么呢 还要看它的长和宽 如果超过正负300毫米了 底宽小一等于7米 且底长 大于3米的底宽 叫沟潮 底长小一等于3米的底宽 且底面积小一等于150平方米 叫基坑 超出上次范围 都叫一般土方 所以一个底宽7米的问题 底面积150平方米的问题 如果解决了 那么剩下的以外的东西都算一般土方 这个应该是重点当中的重点 每年这个都是要考的啊 编码列项的这个问题啊 编码列项的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挖土方呢 按照天然的密实体积计算啊 土方体积按照挖掘前的天然密实体积计算 如果啊 需要啊 我们算的时候要折算 所以呢 到时候看出你的零是谁啊 一是夯实厚的体积的话 怎么算天然密实体积 如果一是虚方体积的话 怎么算天然密实体积 如果一是这个实方体积怎么算 和1.30 如果我们用这个呃 载重量是两个立方米的运输车 运了500套 那么这个时候要算它的天然密实体积 算出来体积要除以1.30 或者乘以0.77 像这个东西 大家都是很熟的东西啊 有时候我们在案例当中 你按案例来算 案例说我不考虑这个折算系数的问题 大家就拉倒 如果要考虑 你必须按照这个东西来算 另外呢 庄间挖土不扣除庄的体积 因为整个的挖土便宜 庄的体积占的量又小 就不说了 项目特色当中 涉及到契土运据和取土运据的时候 契土和取土运据可以不描述 我们把这个东西再回到我们前面的第一个知识点上去 它这个里边 上例别契土运据取土运据 这两个呢 可以不描述 必须要描述的是它 就可以出单选题啊 必须要描述的是它 就可以出单选题了啊 其他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说了 我们再看啊 它的这个说明里面的第六小条啊 这个可考性很弱 就是我们挖沟槽和挖鸡坑的算土方工程量的时候 那么算定额的工程量还是算清单的工程量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一般的土方啊 因工作面和放坡增加的工程量 是否要纳入到定额啊 当然定额里面肯定是包含的 是否要放在这个清单的工程量当中啊 这个地方按照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行业建设主管部分的规定来实施 这个是不需要多讲 也基本上不会考 那我们重点强调什么呢 就是十方工程 它本来和这个土方工程算这个工程量的时候 它应该是规则是一样的啊 该算立方米的算立方米 该算长度的算长度 但是有一点是有区别的 就是这个管沟的这个实方 管沟的实方当然也可以按照长度来算 也可以按照体积来算 那么管沟的实方按照体积的时候 它的算法和前面的这个土的 这个管沟的土方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按照长度没区别 我们不说了 它是按照设计图示截面积 乘以长度与体积立方米计算 啥意思 前面我们讲算土方的时候啊 算这个管沟的土方的时候 它是电层底面积 乘以 对吧 如果我们这是电层底面积 它是底面积乘以这个挖土的这个深度 按照这个来算 那它是S乘以H 但是如果按照管沟的实方啊 因为上面是土嘛 如果是实方按照我们书上的规定 它是这样 它是它的节面积乘以它的什么长度 L最后呢 以体积计算 那你说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 如果列数列算式的时候的这个算法 它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搞清楚啊 就是这两个的区别 虽然最后的计算规则都是按照体积来算 但是它具体的谁乘以谁不一样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它给分清楚啊 把这两个点给它分清楚就可以了 这个这是土石方的开发 土石方的回田呢 回田方呢 是按照体积计算 场地回田呢 按照回田的面积乘以平均的回田厚度 室内回田呢 是主墙间的旧面积 乘以回田厚度 不扣除间隔墙 考试上如果出什么概念干扰 就说是扣除干这个墙 你要记住 然后呢 基础回田是挖方清单项目 工程量减去自然地平以下 埋涉的基础的体积 包括电程和其他构筑物 回田方的项目特征 包括密实度的要求 田方的品种材料粒径 田方来源和运具 那么余方气质 就是挖方量减去田方量 那么这里边呢 主要是强调 就是要不要用那个 最初可生动系数 或者最后可生动系数 就那个1.301.54的换算的问题 这个如果在案例当中考试的时候 大家要特别注意 如果需要的话 要注意那些系数 1.301.54的要背下来 这个石头的好像是 虚方体积除以1.54 土方的是取1.30 这是关于这个回田方的 这一块的东西 这里边它也有一个说明 就是回田方里边 那么我们田方材料的品种 可以不描述 田方的粒径要求 没有特殊要求 也可以不描述 你把这两个不描述的时候 也放在这个里边 回田方的项目特征 田方材料的品种 田方材料的粒径 它可以不描述 必须要描述的密实度 田方来源和田方运据 这又是一个多选题 哪些是需要描述的 哪些是不需要描述的 这种相关的一些问题